华为也残废了 牛逼轰轰的华为 立即就变成了小 小小小弱鸡了 现在开始做手表了 能潜一百米深 能潜一百米深 能潜一千米深又有什么用啊 有这种需求的人 不都是少数啊 谁没事潜水啊 有多少人呢 需要这个东西啊 这不是个小众吗 品牌叫做纵横海洋 天天的就起这个 搞这些个东西 卖七千块 还是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我希望你们这些个媒体 以后也就不要报道它 恐怕也就是搞搞这个 搞搞真了 搞东搞西的 在防水性能实现的 重大升级 称为智能水水 手表水下性能的标杆 那又怎么样啊 废了 啥也不是啥 有评论说 能潜十米就够了 还一百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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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十米又有什么用啊 对吧 评论 尽随不保修 嘿 我觉得没得毛绒 一点毛绒也没有 不务正业了 干什么 伤